33題 如土AVC珠是圓上的4個點 那AV線段是個直徑 AV線段就6 那求A珠的平方加AC的平方加VC的平方 加V珠的平方 好 我們第一個要了解的是 角珠 這個角A珠B 因為它對半圓嘛 所以它是個直角 前面一直在講這個 那角ACB 它對的也是半圓 所以它也是個直角 所以我就知道 A珠平方 跟珠B平方 如果這兩個人要求平方合 那這兩個平方合不就叫做AB的平方嗎 對不對 第二個 AC的平方加BC的平方 不就加起來也叫做AB的平方嗎 所以AB是6 6636加這個也是36 所以答案就叫做72 好這個是33題 34 圓歐的半徑叫做12 那我就說 CAV是30度 角C AB等於30度 那它是哪個弧啊 它對的是AC弧 所以我就知道 AC弧 就會等於 30的兩倍 叫做60度 OK 那小心喔 CA弧是60度 那角 AOC呢 它也叫做60度 對不對 原先角也對到這個弧嘛 所以我就知道 這裡是60度 好 那這裡60 你說老師 這兩個角 OAC和OCA幾度啊 它是一個等掉三角形 所以 角 OAC 等於角 OCA 都等於180 減掉60 除以2 所以就等於60度 都是60度 也就是它是個正三角形 然後要求 三角形 OAC的面積 好 一個正三角形 60 60 60度 這裡叫做12 那 它的面積怎麼算 它的面積怎麼算 好我們用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不被公式 不被公式 那不被公式怎麼算呢 當我劃下來的時候 這裡 叫做 對不起 這裡叫30度 90度對過去是12 那 30度對下來就叫做6 對不起 劃一半當然叫做6 那這個高呢 就是6的 更號3倍 所以它就叫做6 更號3 OK嗎 所以你劃下來的時候 一個是6公分 60度對過去 叫做6 更號3 所以它的面積就叫做12 乘上6 更號3 除以2 所以叫做36倍的 更號3 那第二個 我還是希望各位稍微去記它 因為有時候真的 還 蠻需要這樣用的 才會有速度 第二個方法就是面積叫做4分之 根號3乘上 邊長的平方 這是正三角形的面積 4分之 根號3乘上a平方 所以答案就等於4 根號3乘上 A本身是12 所以12的平方 144 144跟4 約掉 一樣 叫做36倍的 根號3 好 這個是第34題 W 好